这是我最后的能量了 在之后 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到你做任何的事情 希望你一定要杀掉他 真神的声音有些气气然 千秋当然是听得很清楚了 他知道 真神现在肯定心情也很复杂 因为此刻真神 如果再不来帮千秋的话 他就极有可能会死在这十人的手下 毕竟他没有了神力 只见从树芹上的神力 源源不断地到达了千秋的体内 千秋发现 自己又可以使用了 不过他用的并非是自己的神力 而是刚才树芹上边传过来的这股神力 非常的陌生 但是千秋是可以操控的 真神 不用谢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气了 快去解决面前的这个十人吧 如果不解决掉他 你根本就没办法离开这阵法 千秋也立刻地将注意力转移回来 他不再去想其他的了 反倒是立刻盯着这弹人 十人的动作慢吞吞 他现在伸出拳头朝地上敲去 千秋能够感受到他的力量有多大 一旦他这一拳下去了 周围的地面绝对会突然之间塌陷的 千秋要是一不小心 就容易被压倒 会不会离开阵法的最重要的点 就在这十人身上 或许将十人解决了 他也就可以离开了千秋 简单地思考了一下 他觉得很有可能 便立刻地跳跃在空中悬浮着 这样的话 就不害怕对方将地面塌陷了 地面塌陷是一回事 千秋都没想到 他的力量居然可以让旁边的碎石 直接溅上空中 并且速度还极快 一旦被击中 绝对是会中伤的 运气不好的话 就会直接丢掉小命 十人接下来的动作 依旧是慢吞吞的千秋 不仅不慢地躲闪着 十人这么慢 也没有办法伤害到 拥有神力的千秋 如果没有神力的话 刚才的地面塌陷 恐怕它就要凉凉了 好在真神出现的吉时 千秋现在围绕住十人转了一圈 能够找到十人的能量源头的话 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了 但是千秋不管怎么转优 怎么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这是他第一次应对 十人这重东西 所以 说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但也没关系 千秋现在有神力 就能够扛下去 只要能够扛下去 那么迟早就能够找到 十人脆弱的那一点 只要能够将那一点击碎的话 那么 十人也将直接恢复成石头 千秋现在仔细地寻找着 他们的脚板心底下 似乎贴是什么东西 千秋并不知道是什么 他非常的好奇 现在干脆就瞪大了双眼去看石 人向前走了一步的时候 千秋恰好就能够看见他的脚掌心 脚掌心的中央是有一颗红色的小珠子 不过这一颗珠子似乎千秋拿不到 因为这诞人一旦踩下来 千秋若在他的脚下 一旦神力没有支撑住 就只能够被他踩成一块肉饼 千秋现在的神力必须省住用 因为他不知道离开了这里之后 是否能够恢复正常 如果到时候 他依旧没神力 肯定会非常麻烦的 所以 千秋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慢慢地使用最后的神力 只见这诞人的动作不断 千秋躲闪住 他在直接地思考 在其他的地方 千秋确实有没有看见什么合适的 类似于开关一类的东西了 当然了 其实并非是开关 而是他的动力源头 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攻击 千秋只能够将自己的所有注意力 放在他的脚板心上 脚底板的红色珠子 是他唯一能够动的东西 所以 千秋现在打算 趁着识人抬脚的功夫 直接去触碰他的珠子 如果能够将其震碎的话 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千秋现在触碰到了这颗红珠子 意识到了 这就是能量的源头 因为 他从中感受到了 神力在源源不断地向外涌出 识人原本以为是叶晨在远处操控的 现在的叶晨 确实是有心无力了 他就连操控识人都做不到 他已经脆弱到了一定程度 只要千秋能够找到他 应当是能够直接打败他 千秋果断地伸出自己的手 神力便做了巨大的爆破力 脚底下的珠子一下子就爆开 识人确实厉害 但只要找到了他的脆弱之处 那他也就不复存存在了 识人轰然倒下 没有办法再动起来 可阵法就是没有解开 千秋现在只能够皱着眉头 观察着周围 竹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他现在被困在了这里 被困在阵法当中 千秋莫办法离开 只能够在竹林里边兜圈子 这是真神所不至下的阵法 千秋并非是真神 所以他要解开 绝对是会花大功夫的 千秋现在心情也格外地紧张 如果不能解开的话 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难道就被困死在这里了吗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千秋盘腿打坐 他想要尝试恢复自身的神力 雨水依旧飘飘扬扬 千秋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 除了体内残余的真神的神力外 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废人一样 他感到无比的难受 这是千秋头一次 出现这种状况 以前就算是遇见多大的危险 也不至于神力都没办法使用了 大能虽然也很强 但是千秋和他的战斗 是持续了很久 对方可以不断地复活 但并非能够限制千秋神力的施展 千秋有些迷茫地躺下 他现在躺在泥土上 丝毫不在意 这些泥土粘在了他的身体上 有些黏乎乎的 周围的竹叶则是不断地飘扬 天上的雨下个不停 千秋闭上了眼睛 他现在有些迷茫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至于戒子空间里的这些东西 千秋并不认为能够破开这阵法 能够解开自己目前的困境 真神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千秋认为 就连真神都是没办法解决的 他现在并不是放弃 只是在思索而已 因为就算徒劳地浪费体力 也是无意义的 千秋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体力也有了上限 因为他的神力不再存在 倒在地上的千秋 忍不住闭上了双眼 他竟然在这重情况下 不知不觉地睡住了 也不知道究竟是喂食魔 莫非是因为他来到这山上之后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脚步的原因 他的身体之所以不会疲倦 全是因为有神力的存在 现在没有了神力 他自然就已经累了 千秋在这种情况睡着 是非常危险的 可他早就已经陷入了梦乡 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现在正在乡间走住 看着周围的人来了 便会对他们打招呼 因为他是他们的老乡 是千秋啊 今年的收成如何呀 我记得的话 收成应该还算是挺不错的吧 不错不错 今年一定是可以度过的好时日 我觉得是没食魔问题的 千秋忍不住地在旁边笑道 他现在在梦里 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 就只能够随之附和 在梦中 他的家中 还有一位妻子和儿子 小儿子活泼可爱 妻子则是温柔贤惠 现在正做好了饭 等待他回来 千秋洗了手之后 便坐上了饭桌 饭菜的香味如此的浓郁 让千秋都忍不住地 吞了一口口水 这也有些太香了 而妻子则是在旁边 勾起嘴角甜甜的笑 觉得香的话 那就多吃一点呀 别停下来 而小儿子则是端起了饭碗 立刻哼哧哼哧地吃起饭来 一点都不愿意停留 千秋看着他们 便觉得心中暖暖的 甚至觉得有些感动 他并没有立刻地 拿起碗筷吃进嘴里 反倒是搂住了 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不知道喂食魔 如果有你们在的话 我总觉得 我是什么样的动力都有的 我现在十分地感动 能够和你组建成一个家庭 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儿子 妻子则是瞪大了双眼 显然是没想到 千秋居然会这么说 千秋平时就比较温柔 但是今天的千秋 似乎又有些改变 怎么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千秋摇了摇头 没食魔 就是今天干活回来 突然有所感慨而已 算了 不说了 咱们开吃吧 吃完饭之后 再出去溜达溜达 旁边不是有小摊吗 给儿子买些好玩的玩具 又或者是买些零食吧 你有什么想要的 咱们也去看看 总算是把饭干完了 千秋现在吃得饱饱的 他都没想到自己 居然能够吃这摩饱 但是这样满足感 却让他无比的享受 接下来 就是和妻子儿子一起出门了 村子里边的人 似乎都认识千秋 最开始的时候 就和千秋打了招呼 而千秋现在 带着他的妻儿一起出门 自然也是一样的 千秋 带着你的妻儿一起出门了 摊子就在右边 你过去看看吧 对啊 我就是打算 带他们去看看吧 毕竟这摊子的摊主 可不是每天都在这 千秋寒暄地说道 然后带着妻儿 来到了摊子的面前 果然 这摊子上面 什么东西都有 有一些秘贱 以及小孩的玩具 儿子看见了这些玩具 便立刻地裤子上去 千秋则是立刻地给他买下 他现在有钱 自然是能够给家人 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 而自己妻子 喜欢吃的秘贱 千秋自然也是毫不犹豫 还给妻子 买了一罐香膏 妻子一向都想要 现在看见千秋给自己买了 忍不住地贴到了千秋的身上 千秋温柔地笑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香膏吗 所以 这一次既然有 那就给你买一点 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 又基本上是重负的 除了晚上没有再出门之外 他们一家人过得都很开心 千秋是白天出去的 到他自己的田地里边去干农活 而妻子在中午就会给他送饭过来 然后陪着他喝下一杯凉茶 凉茶是可以预防中暑的 最近天气虽然不算很炎热 但是千秋始终待在农田当中 晚上则是睡得很早 毕竟像他们这样的农民 就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行 在座梦中 千秋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他的神力似乎有一些在体内不断地转环 并没有受到这雨的干扰了 但是千秋自己现在不知道 因为他的意识还沉浸在梦中 在梦里的千秋原本以为 今天也是非常平静的一天 但是平静突然也被打破了 不知道卫石魔 他的儿子突然消失了 千秋和妻子在村子里 便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千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听说最近的人贩子很多 专门拐这种小孩 自己的儿子 不会就是被拐走了吧 儿子年龄还很小 有时候会出去跟一些同伴玩 但是通常妻子 都是会陪伴在旁边的 千秋看向了妻子 妻子现在泪流满面 脸上的泪珠子 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能够再把他看得紧一些的话 他就不会丢了 也不至于到现在 完全找不到他的踪迹 我都不知道当时的我究竟在想些什么 就是扭头看了一下旁边路过的人 毕竟人家跟我打招呼 妻子现在跟千秋说道 他十分的自责 而千秋则是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说到底 这件事情和妻子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 他仅仅是扭头一瞬间而已 孩子就消失了 说明对方早就有预谋 坏的是这人贩子 跟妻子没石膜关系的 我不怪你 咱们现在不要去想这些 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到 千秋安慰着妻子 他希望妻子不要想太多了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人贩子 首先 千秋找到了和自己儿子一起玩的那群孩子 千秋的询问下 他们知道似乎是有一个穿着黑衣的男人 靠近过他们 不过 小孩当时也没有注意到男人究竟做了什么 当时出现了一个人给我们艺人发了一颗糖 那个黑衣人似乎是在后面 我们没怎么注意 毕竟有糖果 千秋算是明白了 这也是调虎离山 看来是专门针对他儿子而来的 究竟是谁 他在这村子里的人缘很好 应当不是村子里的人 莫非是邻村的人吗 千秋心中忍不住地思索到 他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是不管是邻村的人 又或者是自己村里的人 他都必须要把自己的儿子找到 千秋现在不打算睡了 就算是忙一晚上 他也要想办法找到儿子 现在时间还算是比较的早 儿子失踪没有那么久 如果时间太长了的话 他肯定就找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千秋挨家挨户地去寻找 但是即便是他进入了他们的家里 也根本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 没有任何的踪迹 自己的这个村子里肯定是不可能了 千秋干脆去了邻村 谁知道邻村的人 对待千秋的态度并没有那么友好 他们是绝不允许千秋 进入他们的屋子里的 你是谁啊 你是隔壁村的吧 你又不是我们村的人 找孩子 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还是离开吧 我们这里不可能有你的孩子的 千秋现在只能够在外边徘徊 他感觉到了绝望 这些人不让他进去 他只能够在窗户处 望一望窗户处 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 而且范围非常的有限 千秋直到天亮都没有找到儿子 只能够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家里 妻子早就已经睡住了 他的眼睛红肿 千秋当然知道 妻子是十分难过的 儿子失踪之后 千秋费尽全力去寻找 都没有找到 而妻子也是因为孩子的失踪 所以导致身体越来越不好 他抑郁寡欢 就连医生都医不好 面前的医生 只能够拉着千秋 走到了房子外边 跟他说明了一下情况 他是心结难解 如果不能够解开他的心病的话 恐怕他的病 就再也治不好了 孩子还会再有的 千秋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自己也很难受 找不回儿子 他的心比谁都更痛苦 但是现在的妻子 非常的需要他 千秋决定放弃寻找儿子 时时刻刻待在妻子的身边 陪伴着他 好在千秋长久以来温暖的陪伴 让妻子逐渐的好了起来 他的身体不再那么的糟糕 后来 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千秋就这样过完了平凡的一生 他从未离开村 孩子长大了也并未离开 反倒是一直在他的身边 承欢膝下 虽然没能找到自己丢失的大儿子 一直都是他的遗憾 但是现在的千秋握着自己妻子的手 已经觉得没石膜了 他人生中所有的幸福快乐 似乎都已经达到 而遗憾只能够随着他的死亡终止 一瞬间 千秋从梦中醒来 他体内的神力不断地旋转着 千秋知道自己恐怕是要突破了 没想到在失去神力的时候 他竟然会晤到 过完了平凡人的一生 千秋现在已经在突破真神的阶段了 天空中的雨瞬间停下 千秋的神力在空中弥漫 千秋都没想到 竟然能够在夜晨所布置的阵中 获得他最后所需要的一步 其实千秋从头到尾都是天之骄子 他自然从来没有受过波折 也从来没有感受过普通人的一生 当他反扑归真 过了普通人的一生后 他其实就已经能够突破真神了 但是之前从没这种机会 千秋的神力只要在身上就不可能 要想让他的神力完全地无法运转 或者是从他的体内消失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了这一次 千秋脸上露出了欣喜 他都没想到 事情居然变得这么简单 原本以为要灭掉夜晨之后 才能够变成真神 但现在 他竟然提前地进阶了 也就是说 面对夜晨 他再也不用担心 再加上 夜晨本来就已受伤 没想到你竟然提前就成为真神了 我原本以为阻碍你的屏障 是非常厚的 但没想到 在此时此刻 竟然阴差阳错地戳破了这张窗户纸 真神的声音出现在了千秋的脑海里 而千秋也是不敢置信 谁知道呢 我不过就是大梦了一场而已 竟然就直接突破到了真神阶段了 果然 世事难料 千秋现在哈哈大笑 他的神力已经完全归宿于他身体 可以说他已经进阶成了真神了 虽然成为真神的过程 却是非常的奇妙 但是千秋已经感受到了无尽的力量 而面前的法阵直接破除 千秋只看见这一切碎成了一片又一片 当他再次睁眼时 只见到面前有一颗散发着光芒的透明水晶 而这颗水晶 千秋能肯定绝对就是真正的核心 而在千秋的身边 则是围着异兽这些异兽 不知是何时出现 可能当千秋离开法阵的时候 他们就此出现了吧 千秋并不在意 他们出现与不出现都不重要 如果说之前的邪恶天麻 以及白蛇之所以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是因为他没有突破到真神的阶段 但现在他已然成为了真神 这一些异兽不过就是灰止一坛 就能将他们吹灰烟灭 千秋只放出了自己的一点点神力 就让这机智异兽非常的惶恐 千秋能够感受到 他们似乎想要逃走了 千秋当然不建议他们离开 他也不想跟这些异兽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完全没有必要 只见千秋伸手摘下了这核心 他放在手心档中观察着 核心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正在运转档中 如果千秋一旦将其捏碎 他就可以肯定这核心没有办法再使用下去了 也就是说 只能够跟着这个小世界一起破碎掉 千秋现在并不打算将小世界破碎了 因为同位真神的他已经可以找到叶辰的位置 他直接抬头锁定了叶辰的地点后 不断地撕裂空间 直接地找到了叶辰 叶辰现在身上的伤口依旧是还没有完全愈合 他的实力也没有完全恢复 他看着千秋 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千秋突然就突破了 成为了真神 这不应该啊 这件事情就很奇怪 你 就是那个一直在找我麻烦的男人 叶辰现在 朝后退了一步 警惕地看着千秋 叶辰成为真神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但他现在受的伤不一定比千秋厉害 也就是说现在的千秋是能够吊打他的存在 叶辰只觉得心中惶恐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 这本不应该发生 但是却又实际地发生在他的面前 我在我的小世界当中是限制了的 有天赋的人绝对是不可能存活太久的时间的 像你这样的自然也是如此 你究竟是如何成为真神的 这不应该才对 难道是你用了什么幌子 将其隐瞒了过去 叶辰现在询问着他 也算是在拖延时间 他想要逃跑 千秋当然是明白他的意图 但他觉得也没失魔 因为叶辰是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千秋是打算死 也得让他死得明白一些 要让他知道他究竟是魏石魔 会在这时终结他的生命 还不是因为叶辰曾经做了错事的缘故 叶辰做了什么错事 千秋都不想说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吧 竖琴在空中突然间变大 而叶辰看见这把竖琴后 则是朝后忍不住地多退了几步 他现在完全不敢相信 这把竖琴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而又怎么可能被千秋所拿到 这绝对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 这是 你怎么拿到这把竖琴的 你究竟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不如你自己问问你做了什么 有些事情可能是你做得太过分了 所以在现在才会遭此天谴 如果以前你能够好好对他 也不至于现在被我剿灭 而且所有的力量也将全部归属于我 不要想着留下一点 眼见着千秋说出了这一件事情 而叶辰则是非常痛苦 他朝后缓缓地退了一步 忍不住地对着千秋怒吼道 这种事情能够怪我吗 还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我提升为真神 明明我可以 他一直在一起的 可他说什么都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我怎么可能继续忍耐下去呢 我又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最开始陷到他 只不过是因为觉得他长的美 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 后来他告诉我 他是真神 我当然是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了 在竖琴当中的真神 当然也听见了对方所说的这些 可却一点都不在意了 这些事情究竟是怎样的 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早已沧海桑田 他早就已经被他杀了 就算现在再后悔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千秋则是回答 有件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其实他早就已经考虑到你了 也知道 你是想要和他一直待在一起的 真神那样的信任你 自然会为你提前准备 只是你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思而已 但凡你能够多等一等 他说不定 结局就不会像如今这样 你和他 依旧是能够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 而真神本身的实力 就很强悍 你也是清楚的 绝对可以让你的寿命 一直延续下去 而不至于 你现在在这里 跟我苟言残喘 我都没想到你 居然会把自己的分身 设置得这么强 你应当是想要用分身 作为你提升能力的一种方式吧 投机不成十把米 这就是你的做法 愚蠢之人 终将会愚蠢致死 你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 千秋的这番话 让对方痛苦地摇了摇头 他才不相信 千秋所说的这些呢 你知道什么 他根本不可能 为了我而停留 我只不过就是他的玩物而已 我不甘心 所以才会出此策略 现在我成功了 但是却被你打断了 千秋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这个男人 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千秋根本没办法跟他说清楚 如果是让真神自己来讲的话 说不定他会真的明白 你是不相信 我建议你 最好是相信我所说的话 真是 要不然 你来给他解释一下吧 他现在还不够痛苦 我想 在他临死之前 还是让他感受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吧 你当时被背叛的时候 一定也十分难受吧 既然如此 那么 现在 就不要放过他 千秋果断地 对着真神说道 而真神 也是在简单的犹豫之后 立刻答应了 千秋说的没错 男人当时让他 那么痛苦 凭什么 现在他不能够让男人痛苦 我会给你支撑的神力的 你不用担心 现在的真神 早就没有了神力了 所以 千秋才会这样对他说 千秋的神力 已然是真神的阶段 所以 自然是可以给真神的魂魄使用的 听到千秋的话 真是忍不住 对他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如果不是他的话 恐怕自己现在根本 陷不到这个该死的男人 更不可能让他如此的痛苦 也绝不可能让他死掉 只见真神立刻陷了身 他依旧是金发碧眼的模样 似乎没有任何的差距 和那年一样 但现在的他 仅仅是魂魄而已 跟之前是完全没有必办法比较了 而当夜晨看见真神的时候 他也是愣住了 没想到 自己以前杀死的对象 竟然就如此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忍不住的心中有一些惶恐 真的好久不见 没想到这一次 陷到你 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都有些诧异了 不过 你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提升 我真的觉得 你果然 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真神现在的话 语字里行间完全没有给他留面子 因为根本就没有面子 不可能给一个杀死自己的人 一个夺走自己力量的人 真是恨他都来不及的 更何况 他曾经还是自己的爱人 爱人的背叛 是最让人伤心的 你到现在 依旧是这个样子 真是让我有些庆幸 叶辰现在 有些哆嗦住 说不出来话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可能说什么 都是不合适的吧 现在自己杀死的人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又能够怎么做呢 叶辰如今的反应 让真神觉得 真的是太可笑了 以前的他 究竟如何看上 这样一个男人的 这明明就是一个懦夫 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做到的男人 可他却偏偏地练了他如此之久 罢了 我也不想再去思考 以前发生的事情了 就让那些事情 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反正你也即将步入死亡 和我一起步入轮回 虽然我很不想让你进入轮回当中 但我现在确实也觉得无所谓 千秋能够听见 真神温柔的话语 他知道 魏石魔真神无所谓 因为他也再也不在意这个男人了 但凡真神是在意这个男人的事情 都没这么简单 他肯定是要将男人挫骨扬灰 就连魂魄都不留下 现在的真神显然是改变了主意 真的要让他再进入轮回 千秋询问 而真神则是点了点头 眼角顺势流下了一滴泪水 就算是他进了轮回 又能够轮回成什么东西呢 一只虫子 一只蚂蚁 我倒是觉得 放纵他魂飞魄散 不如让他受尽折磨 叶辰在旁边面色惊恐 打算逃跑 可是他现在 是实力尚未恢复 千秋比他更强 一下子 就将叶辰拦住了 千秋现在面带笑意 不过脸上的笑容非常冰冷 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笑而已 而叶辰则是出招 打算逃离 只见一股金色的光芒 从他手中迸发出 天空中雷光不断 千秋知道 这可能是叶辰的大招 因为能够从他的阵仗中看出来 叶辰手中的这光团 变成了一道粗壮的闪电 粗壮的闪电 直接朝着千秋劈来 千秋则是不躲闪 伸出自己的双手 吸收 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这样的能量千秋 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而叶辰则是绝望地 看着自己的雷电 消失在千秋的面前 而千秋则是一副笑意 似乎对于他来讲 自己所发出的招式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叶辰彻底下破了胆 但是他也不断地挣扎 各种招式朝着千秋甩出 千秋只觉得很可笑 叶辰对于自己身体的磨练 是很少的 纵然成为了真神 他身体的强度很大 但是他并不练剑 也从来不练刀 可以说 他仅仅是靠着神术来 进行攻击的 而他的神术 也相对而言 比较的拙恋 再加上 现在他受了伤后 更加的磕沉了 果然 就和我想象中的一样 你成为了真神后 依旧是这副鬼样子 没有任何的用处 你以为自己有很大的用吗 其实并非如此 你到现在 也仅仅是一个可怜虫罢了 半吊子真神 真神现在趁着自己 还存在干脆地进行嘲讽 叶辰现在 已经顾布置这么多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 是完全敌不过千秋的 你放了我 我可以把我身上的所有神力 直接传给你 我的力量即将属于你 只要你愿意放了我 什么都好商量 叶辰现在忍不住地 对千秋喊道 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走了 所以 干脆就直接求饶 他向来是一个 没有尊严的男人 为了自己的目的 什么事情 都是能够做到的 不管是去杀人 又或者是跪下来求人 一点原则都没有 千秋则是有些无奈 现在 不是还没有结束吗 你也还有余力 为石魔不继续攻击 反倒是向我求饶 你觉得 我可能饶得了你 这位真神好歹 也是给了我一把神器 你是否有神器 要知道 可不是每位真神都有神器的 神器也是要慢慢锻造出来的 千秋的这番话 让叶辰彻底无语了 他疯狂地吼叫 头发乱糟糟的 眼睛也是血丝爆出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 而现在 他打算直接让大家一起死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 一起死吧 叶辰的声音极大 他怒吼了一声 便朝着千秋飞驰而来 他是打算暴体而亡 千秋当然意识到了 可是真神的暴体而亡 是无法逆转的 也就是说千秋现在不可以控制 时间就只有这磨几秒钟 千秋干脆地 直接掏出了当时的那一颗透明水晶 这颗透明水晶 就是小事件 他立即地将叶辰丢进了小世界当中 千秋动作雷厉风行 一点都不犹豫 把一旁的真神都看愣了 而小世界瞬间炸裂开来 这颗透明水晶 直接就碎成了粉末 没想到 他就这样地死掉了 我知道他没实磨本事 但是他竟然没本事 到这种程度 真神忍不住地吐槽 可是他现在的身体 也是越来越浅了 不要离开了 你现在就好好地坐在这里打坐 感受着力量吧 你将是醉酱的一位真神 无人能敌 想做什么 都是你的自由 在线了 或许 我们还能够在下一次的轮回相见 真神消失了 而一股磅礴的力量 突然之间涌入了千秋的身体 千秋连忙打坐 他要是不打坐的话 肯定会被这股力量暴体的 力量时再太过于充沛了 千秋开始慢慢地 将其转换成自己的神力 池小雅现在皱着眉头 看着天美 天美最近颇为不认真 也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了 哥哥多久回来啊 千秋大神 天美是有一些担心千秋的 从池小雅的口中 他软磨硬泡才知道 千秋去了哪里 没想到千秋竟然如此地冒险 天美说什么 也是不可能放心的 池小雅则是有些无奈地 敲了一下他的头 他心中也是担忧 但是他的身份 不允许天美在修炼的时候分心 与其去想千秋 不如想想你自己接下来的考核 要如何度过 这可是内门的大笔 千秋肯定会漠视的 这你不用担心 他答应过我和长生神 千秋已经离开了三个月了 池小雅也像往常一样正常地生活着 作为宗主 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每天都相当地忙碌 他也愿意把自己包裹起来 让自己忙的 根本没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 这样的话 也就不会随时随地都想着千秋了 虽然千秋很久都没出现 但没有任何人敢来质疑永恒宗 上一次这魔作的宗门 直接就被灭宗了 而且 还有长生神一直待在宗门里边守住 长生神和池小雅 在晚上的时候会见面 两个人也会聊聊天 面前摆放着酒水 就算是喝不醉 他们两人也想要喝一点 或许是觉得 喝了酒之后 就能够敞开心扉聊天吧 他多久才能够回来 池小雅忍不住地问道 而长生神也是摇摇头 他也想知道千秋究竟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成为真神 其实 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真不真神了 而是能够让他平安地归来 我觉得大可放心吧 我相信他 而且他走的时候 带了那么多东西 再怎么讲 也应该是有点用处的 是吗 池小雅忍不住地又喝了一口酒 等待了这摩酒的时间 他没见到千秋 真的是好想念 好想念 待千秋打坐结束 他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的时间 待在这里 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极快 就算是过了一年 恐怕也就相当于一天 千秋的神力极为澎湃 他已然成为了真神 真神的神力和以前对比起来更加的凝结 就像是快成了水一样 而这些水 就是神力的压缩 千秋现在 已然可以创造新的小世界了 他也必须要离开 像这样的小世界 作为真神 他是必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才能够继续地提升自己 千秋所在的原世界里 是没有真神控制 但千秋也没办法 去掌控他现在的世界了 就算是失去了 原本掌控的真神 其内里的原本核心 是没办法改变的 不管是这位真神早就离开 还是这位真神已经陨落 但千秋也有一定时间 不必直接就离开 他现在就要回到永恒宗去 现在想要回去 不过就是转念之间的想法而已 千秋并未直接让自己回到内门 反倒是在永恒宗的大门口停住了 他看着永恒宗这三个大字 顿时觉得非常感慨 成为真神更是不可能的高度 但现在他却成功了 这是猎户神都不曾达到的高度 亦或者说那位魔族大门 但现在的他却要离开了 永恒宗的门口弟子们来来往往 川流不息 他们跟着自己的同伴 打打闹闹的 千秋看了只觉得非常的平静 这样的生活很简单 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这样在宗内生活下去 在这个世界里边 肯定也有更多的天资优渥之人 没有真神掌控就证明 料他们是有可能和千秋一样成为真神的 在永恒宗的内部自然也是相当的 千秋相信一定有弟子能够做到 虽说能够成为真神的人 可以说是亿万分之一 千秋现在拥有了一把神器 这把竖琴如今属于他了 其作用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并非是攻击 相反是起到治愈的作用 而这种治愈则是 破除心魔 解除稚固 千秋现在进入了永恒宗 在外门的大广场上站着 拿出了自己的竖琴 忍不住地拨了一下弦 琴声如同鲜乐一般 周围的人一下子就听呆了 整个宗门都能够听见 琴声当中运藏着精炼如水的神力 千秋现在仅仅是拨了一个音 就让这些弟子们感受到了好处 他们的头脑变得清醒 体内的经脉也更加地活络 池小雅自然也听见了 她在最开始的疑惑后 立刻地惊醒 她知道肯定是千秋回来了 像这样强大的实力 除了千秋之外 绝非有他人 千秋还取出了自己 戒子空间中的少女 和她所绑住的那一条大白蛇 琴声依旧是不断地放着 少女身边的黑雾 是越来越少了 可以说似乎是在被琴声所净化着 而大白蛇原本还在挣扎 可到了最后 却是躺在了原地 她的伤口逐渐地好转 你们两个从今往后 就替我守护着永恒宗吧 而等位守护之者 池小雅和长生神 立刻赶到了外门的广场上 看到了这样一幕 千秋现在谈着竖琴 没有停止 池小雅和长生神的修位非常高 所以说她俩的好处肯定没有 这些低修位的人耐般的明显 一曲毕了 原本在周围还有一些枯枝树 也直接地尝出了新鲜的嫩芽 而弟子们则是醍醐灌顶 大部分都在地上开始打坐了起来 至于千秋 则是立刻被池小雅抱住了 而长生神则是在旁边勾着嘴角笑着 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 我有多担心你 天美都已经长大了很多了 你都还没回来 千秋只觉得恍若隔世 她确实好久都没有见到池小雅了 我已经成真神了 千秋忍不住地拍了拍池小雅的肩膀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在池小雅的心中 这就是一件好事 她格外地高兴 笑容满面 可千秋的眼眸中 却蕴藏着一丝伤感 之后就要离开了 可没办法 既然已成了真神 是不可能在这小世界内停留 而池小雅则是有些愣住了 不知道卫世魔 千秋会一点都不高兴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千秋 恭喜你终于得偿所愿了 这件事情 你都想了这磨酒了 你总算成为了真神 长生神自然也是立刻地庆祝 千秋不打算把这件事情 告诉他们俩人 到时候 她要悄悄地离开 当她离开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对啊 我也没想到 竟然就这样成为了真神 千秋笑了笑 走吧 回到内门 在离开之前 千秋定然是要为永恒宗做一些准备的 好歹也是 她一直所带住的宗门 若是没有永恒宗的话 恐怕也没有如今的千秋 成为真神后 所向披靡 千秋将所有的种族统一 几乎都归属于永恒宗 永恒宗已经脱离了宗门的概念 几乎步入了王朝的阶段 翻天覆地的改变 仅仅也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千秋最长就只能够在这小世界中待半月 如今也就只剩下一周还能够待在永恒宗了 现在永恒宗已然是最为强大的 我们的弟子也是最厉害的 千秋对住持小雅和长生神说 而长生神则是点头 没错 还有一周自己就即将离开 千秋也想趁着这段时间 创造一点美好的回忆 因为在这个小世界当中 她是成为真神的第一人 所以 其余的人并不知道千秋要离开的这件事 持小雅现在脸颊红扑扑的 看向千秋 作为宗主 她现在已然让永恒宗到达了别的宗门不可能到达的程度 千秋 过两天晚上准备了一场宴会 到时候所有种族 所有门派的人都会来 这场宴会也是我们统一之后的第一场聚集性的宴会 到时候你可要来 千秋当然是笑着答应了 这是第一场 恐怕也是千秋的最后一场了 在此之后 她将离开这里 不再回来 其实她想着最后给长生宗称称称腰吧 免得在自己离开小世界之后 这些人一下子就浮躁了 而千秋也是打算把这把竖琴留在永恒宗里 当作正宗的法宝 宴会的现场热热闹闹的 这也是千秋离开的道数第三天了 她现在双手背在背后 看着下边的人 桌子上摆放住的正是一些鲜果灵权 自然是之前永恒宗内门才能够享受到的 但是这一次由于统一了全部的宗门以及种族 自然每一位弟子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享受到 而这些宗门以及种族的精锐 自然也是能够使用到的 宴席已开 千秋现在向前走了一步 她已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所有人都能够看见她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永恒宗的那位祖宗 各位来我永恒宗 自是欢迎 不过有些规矩 还是要告诉大家 别看千秋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这一句话中 蕴藏的神力几乎将众人都有些压垮了 他们现在冷汗直落 运用自己浑身的力量 来抵抗着神力的压迫感 千秋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这些人 自然了 永恒宗的弟子 没有任何问题 千秋也不可能伤害他们 他们受到的威压 可以说是太降了 千秋仅仅是想要打一棒子 给颗填藻 这些人可不能够轻轻松松地 就放过他们 直到有人几乎快撑不住 身体颤抖着 想要直接趴在地上的时候 千秋却一下子将这威压 直接收回了 神力撤回到了他的体内 所有人则是松了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原来这就是真神的力量 果然是他们没有办法匹敌的 这是在太强悍了 每个人的心中就只剩下敬畏 这也太过于厉害了吧 刚才给各位一点点小的警示 也是告诉你们 有些事情不该做 就最好不要做 否则受到了反噬 那到时候就不要来找我 也不要怪我 只见千秋说完这话之后 立刻召唤来了他的竖琴 竖琴发出了悦耳动听的琴声 叮叮当当的 如同流水一般的声音 流入了众人的心田当中 当然了 这也让刚才他们耗费的能量 全部都恢复了 甚至有些人 还直接进入了顿悟的状态当中 这对于他们的好处 是再好不过的 这就是千秋的一颗甜枣 好了 开宴吧 这场宴席吃的 可以说是新潮澎湃 毕竟这可是真神啊 他们都应当直接膜拜 池小雅在旁边 倒是看着千秋这般举动 只觉得心中美滋滋的 这个好吃 你多吃点吧 只见池小雅 拿过来一个黄灯灯的果子 这果子仙气逼人 看就并非是反品 千秋直接丢进了自己嘴里 果然汁水肆意 甜度十足 至于这其中蕴藏的能量呢 他倒是没怎么在意 好吃 对了 我会把这把竖琴留在棕里 交给长生神使用 这是千秋所做好的决定 池小雅的实力 恐怕不行 但长生神的话 应当就能够操控这神器了 到时千秋还将会留下 属于自己的一股力量 帮助长生神 慢慢地操控竖琴 这也算是还给他 荡出长生中这个神器了 池小雅则是有些疑惑 他似乎从千秋的话语当中 听出了离别之意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卫石魔要给长生神用 你留着用不就行了吗 这本身就是神器 他能用吗 千秋笑了笑 他怎么不能用 并未说出离别的肯定话语来 到时候等千秋离开了 他们也就知道了 现在说的再多 也没任何意义 反倒是让池小雅心中想了些 其他的东西 没有任何必要 池小雅满腹的疑惑 但是又不能够肯定 千秋这段时间表现得挺正常的 如果他真的要离开的话 不该是这样的 两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千秋现在不得不离开了 他看向了长生神 其实长生神已然猜测到了什么 不过他明白 千秋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也没有说出口 只是现在看着千秋 说出了他的道别之话 我会好好地留在这里 照顾永恒宗 照顾池小雅和天美的 千秋 希望我们还能够有再现之事 我会努力地成为真神 当然 以我的资质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 我也愿意拼命一搏 千秋微微地笑了笑 好 我也期待 能在另外一个地方陷到你 永恒宗就交给你了 天空中出现异象 平白无故的云朵中央 出现了彩虹 是众人都能够看现的神色 池小雅看向了天空 不知道为何 心中空落落的 要想创造新的小事件 在短时间内还没办法做到 千秋的力量居然还不足够 仅仅是创造出了两平米的地皮 就已经耗尽了他身上所有的神力 可以想到 夜晨创造出了那么完整的事件 究竟是花费了多少的功夫 怪不得他那般的心疼 千秋现在已然知道很多 当他离开小世界的时候 许多的记忆一瞬间好像就复活了 真神也是需要进一步地提升自己的 真神的寿源自然也是有限制的 第一种方式 就是靠着小世界来提高自己的修养 如果能够将小世界发展起来的话 自身也能够从中获取到许多信仰之力 包括神力 绝对是一本万力的事情 可万事开头难 现在千秋就难在了最开头 第二种 自然是打坐修炼 可是对于真神来讲 打坐修炼 已然是最差劲的一个选择 速度是很慢很慢的 达到了如今这种程度 不可能再依靠打坐修炼来提升自己 第三种方式 则是猎杀异兽 这异兽 在每一个小世界当中都会存在 但并非是千秋以往看现的那些魔兽 而是实力更为强大的异兽 这些异兽甚至比真神的实力还要更加的强大 异兽一族也是会对真神定时发动攻击的 对于异兽来讲 真神可能就是他们的补品 他们要想变得更强大就得吞噬掉真神 两者是完全对立的 异兽的内担对于真神来说 也是可以提升自身神力的一个好方式 不过 要想能够打得过异兽的话 仅仅凭借着神力肯定不足够 还得有一定的神器以及外界的助力才行 特别像千秋这样才成为真神的存在 真神之间自然也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有这样一座天空之城 岂飘浮在空中 真神来来往往 而是天空之城内部 也是有非常降大的宗门 想进入宗门还真没那么容易 千秋如今才生上真神的存在 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宗门当中 宗门并非是庇护弟子之处 这里的宗门相反更像是强强联合 强者与强者抱团即跟其他强者竞争 在宗门之内是不可以有任何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的 人与人之间不得有任何的口角之争 必须得保证完全的和睦且信任 这一点十分的难做到 所以宗门人数十分手 多的只有十几个 少的也不过就几个人 要将自己的后背完全的交给其他人 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他们本就是旧相识 但是这些人组合起来 肯定要比单打毒都厉害得多 并且实力的提升 也是十分容易的 所以他们这些宗门里的人 通常都是一些老怪物 非常的厉害 毕竟他们的寿源肯定是最长的 真神的实力不仅仅在于神力的凝练程度 其次还有他们外界的一些宝物 或者是草药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寿源 大部分的真神可能还是在自己单独一个人修行 在天空之城内 真神之间是不会出现自相残杀的情况 毕竟一寿一族是极为厉害的 要完全向外才对 可是人心难测 谁又保证其余的人没有夺宝之心 所以这就保证了 真神一旦到达了天空之城 就不能够再被其他真神攻击 起码这也是一个能够庇护到他们的地点 弱者在此地是能够一直活着的 可是就算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们没办法增加寿源 没办法增强实力 纳摩其实就是在等死 真神之界实在是太过于危险 千秋心中也是略微的有一些波动 不仅仅要防备异兽 还得防备自己的同类 如果自己能够加入一宗门的话 肯定是更加轻松容易的 但是在千秋的小世界中 就仅有千秋一人成了真神 其余人等皆不知如何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机缘 但千秋也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所以他是必定要行动起来的 要找到天空之城并不困难 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去寻找反倒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天空之城外部 也是有许多真神来来往往的 千秋现在并不明白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最好还是暂且探索一下 去看一看异兽这边的情况 而且千秋现在的小世界 才创造出来了一小块地 虽然说很小 但起码也是属于他的地盘 再属于他的地盘 他不必担心会遭受危险 千秋在恢复神力之后 就打算离开自己的小世界 他要去往更广阔的真神之界了 小世界需要耗费的神力实在太多 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恢复得较快 但是要将其扩展开来 还是有些困难的 所以必定要去寻找另一条路才行 总不可能就一直这样下去吧 那怎么能行 千秋心中实在是太清楚了 有些事情 他明白得很 再次地看了一眼自己这片小天地 千秋退出了自己的小世界当中 而面前则是一片非常震撼的星空 他是能够看现其他真神的小世界的 真神们的小世界如同光球 有的光球大 有的光球小 小的光球应当也是才创建出来的小世界 真神之间是不能够进行攻击小世界的 所以说千秋也只能够看看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些 所以现在也心生好奇 正左顾右盼主 突然听见前边传来了一阵丝鸣声 丝鸣声音极大 将千秋的耳朵都快要震聋了 他忍不住的皱眉向前望 只望见了一只灰色的身上 沾满粘液且有恶臭的怪物 千秋瞪大双眼 只见这怪物则是毫不犹豫的 想要吞噬掉一个小光球 在他即将要吞噬掉的那一瞬间 一把神剑突然出现 这把神剑泛着紫色的光芒 奇一看起来就知道 绝对不是凡品 千秋现在只是在旁边的观望住 如果他没弄错的话 这应当就是那传闻中的异兽了 而这被吞掉的光球 应该就是其他真神的小事件 千秋倒是不知道 原来这异兽也是要吞噬小世界的 看来真神要想继续增强自己的实力 提升自己的兽源 一点都不容易 原本以为提升到了真神阶段 就会好一些的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如此 只见这把神剑的主人出现了 是一个身着黄袍的女子 五官大气明媚 现在正疯狂地对着这异兽进行攻击 她秀眉微皱 瞬间不断地向前破杀这异兽 试图将这异兽直接给劈开 可是异兽的黏液极度地厉害 竟然直接沾上了女子的神剑上面 女子现在也是惊恐 破 只见她大声地呵斥一声 神剑战放出耀眼光芒 这才将黏液破除 异兽怒吼一声 对着女子也是发动了她的攻势 她不仅仅有黏液这等余会之物 还有着自己的锐利爪子 爪子上边隐隐泛着绿光 能够看出应当是有毒的 对于毒这种东西 千秋是再了解不过了 毕竟她曾经也是中过毒的 自然知道毒素一旦中了之后 就很难再破除 女子现在拿着这把神剑 只见在朝前一挥 竟有千万把剑出现在这空中 发出了破空的声音 千万把剑直接朝着异兽围攻而去 这剑看起来锐利无比 也不知这异兽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攻势 女子的攻击还是比较有气势的 但是异兽确实是很厉害 她周身的黏液一下子又再度地沾到了剑上 在她的身边成为了一道非常牢固的屏障 这些剑被沾住之后便无法再收回 女子皱眉 这一兽实在是太过于针对她了 要想击败这一兽恐怕真的很困难 可是自己的小世界才刚刚地建成 如果在此时此刻直接放弃的话 那岂不是之前索费的心血 一下子就成了无用功吗 这可是不行的 就算这一次掏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 也得把自己的小世界给守下来 女子现在心情复杂 这些小神剑如今已没有用处了 她不可能花很大的功夫 以及神力 去破除掉旗上的粘液 自己的神力本就所剩无几 如果还要破除这些小神剑上边的粘液的话 更加剩的就少了 破二符 这道符咒打出来 女子也是费了自己的心血 要知道 这符咒可是难得获得的宝贝 是在天空之城交换所得来的 但现在没办法为了保护自己 自己的心血 也为了保证之后 自己能够更好地提升修位 她只能够这样做了 符咒一瞬间化作了火 直接围绕着异兽而去 异兽也是痛苦的嚎叫 原本女子以为就这样 事情就结束了 她还打算去取异兽的内单 可没想到 这异兽竟然直接将火熄灭掉了 鼻孔嗖嗖的 将火吸入了她的身体当中 也就是说 此道符咒对于异兽来讲 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 女子忍不住地朝后退了两步 什么情况 如果这道符咒 莫办法起到作用的话 纳摩恐怕凭借住自己的实力 是没办法对付这一兽的 而真神之间的关系 本就没有 纳摩简单 所以要让周围的人 对她伸出援手 也定然不可能 与其靠别人 还不如靠自己 可现在 自己最后一道王牌 都已打出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吞掉了小世界之后 下一个被吞掉的 绝对就是自己 女子咬住了自己的唇 烟红的唇色 让人看了都忍不住的 有些心疼 一旁的异兽则是 完全发怒了 她直接对着女子 发动了攻击 爪子挥舞得极快 速度也是相当地让人掩孕 千秋一点都不纠结 她直接出手 她出手的原因很简单 这一次 是她第一次看见异兽 同时 也是第一次和异兽对决 千秋并不害怕 纵然女子的实力 千秋并没有办法直接探测出来 那就证明 料她本身的神力 比千秋更加的凝炼 她比自己更厉害 如果就连女子 都没办法击败异兽的话 纳摩千秋妥妥的 就是送人头了 但千秋偏偏就是不怕 有些事情 如果最开始就怕了的话 纳摩之后 就没办法成事了 千秋向来 不是一个会害怕的人 一出手 就是一道红色的火焰 就算是刚才那复咒 没有对此异兽 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千秋也并不认为 她的火不能够做到 千秋是有足够的自信 她手中的火之热地燃烧着 彭腐万物都将被燃烧 她对此事十分信任的 她相信自己手中的火焰 同时也相信自己 绝对可以 女子现在疯狂地 躲闪着异兽的攻击 看见有人居然愿意来帮助自己 也是非常的诧异 这是 这不应该啊 怎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呢 此人的实力看起来不怎么模样 怎么就有这磨大的胆子 竟然敢来面对异兽 虽然女子心中十分地感动 但她也很担忧 你是才生为真神的 快走吧 这只异兽 可不是你能够对付的 女子的声音 千秋自然听得明明白白 她也明白 女子是在担心自己 不必了 我想尝试一番 再说了 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 恐怕你也不好受吧 不如 我们俩人一起 将这异兽解决掉 反正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 异兽的那单恰恰 千秋的话让女子愣了一下 她万万没想到 这个才生上真神的人 竟然有如此大的勇气 好一个出生牛犊 不怕虎 让女子不由地有一些振奋了 她刚才都觉得自己 应当是打不过了 想要直接逃跑 将自己的小世界给贡献出去 当然了 也不一定能够跑得掉 这只异兽实在是太厉害 不是她能够解决得了的 行 那就一起 如果真的把这异兽杀了 那单我们误分 千秋的火焰是很厉害的 这异兽的年夜 靠近千秋的火焰 直接就被烧成了烟 一旁的女子看了 则是瞪打双眼 这人末事吧 这样的实力 真的是才生上真神的人吗 可是凭借着自己的神识观察她 应当就是 实力不怎模样的 怎么如今使出的这一道火 倒是强悍无比 女子搞不明白 但千秋却是格外的放心 看来自己的这火焰 还是相当厉害的 火焰直接将异兽的防御层给突破了 将她的皮肤也烧开了一些 只看见那血淋淋的肉正在蠕动着 相当的恶心 女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拿着自己的神剑 直接朝着此伤口而刺去 伤口被刺中 异兽疯狂地撕鸣 吼吼 巨大的声音 让千秋忍不住地朝后退了一步 说实话 这异兽其他方面 她觉得倒还好 但是这声波攻击 真是让人有些受不了 女子虽说把异兽刺伤 但是也让她更加地发狂 这粘液疯狂地甩出其中 甚至还是从她口中喷出的 口中喷出的粘液泛着绿色 带着恶臭 千秋忍不住地拧起了眉头 直接躲开 但是女子却没有这模幸运了 可能是因为 刚才已经耗费了她太多的神力 她竟然被这粘液沾到了 好在也仅仅是沾到了衣角 女子的动作极快直接挥剑 一把将自己的衣袖给劈开了 而这粘液也瞬间将衣袖吞噬掉 好在她的身上 别处没有粘液了 所以现在也算得上是比较的安全 你可要小心点 千秋当然注意到了 她提醒一句 并未多说 只是放出自己的神龙 神龙金灿灿地 活面前这灰头土脸的异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见神龙冲着她的伤口而去 异兽现在因疼痛 没有办法全面地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当她注意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神龙已然攻击到了 她原本就受伤了的地方 她吃痛不已 只见口中喷出两股鲜血 眼见着异兽 就直接要被自己杀死 千秋打算一鼓作气 直接将其消灭掉 她拿出了自己的匕首 匕首发出尖锐的光芒 千秋正打算直接去割掉她的头 可没想到 这异兽竟然将自身的粘液全部甩开 她看上去好像是不打算要屏障了 反倒是将手化为功 简单来讲 异兽是知道自己敌不过这二人的 所以她想尝试一下带走这两个人 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死 千秋自然是注意到了 她立刻地升起金钟罩 她并没有被这年夜所处碰到年夜 必定是有剧毒的 这女子就莫那么幸运了 她浑身的神力已然用得一前二斤 正打算朝着千秋的金钟罩进来 但没想到 这年夜的速度更快 直接粘在了女子身上 千秋则是手急眼快 立刻地出手 直接将此年夜消除 她的动作足够快 刚才年夜只是接触到了女子的衣服 并未直接触碰到皮肤 所以 还是可以挽救的 女子朝后退了一步 冷汗进出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如果刚才千秋的速度再慢一点点的话 恐怕她就将直接摧毁湮灭了 就算并非直接死亡 受到了剧毒 也绝对不可能活太久 要知道 这一兽是真的很厉害 作为一个才生为真神的人 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不管怎样 这就是她的救命恩人 千秋现在速度极快 她并不害怕这一兽 她浑身的粘液 全部都被甩开了 千秋拿着匕首靠近她 直接刺入了异兽的皮肤当中 将其割破 她的动作流畅锐利 带着些许邪恶的美感 异兽总算是被千秋灭掉了 快 区区内丹 到我的小世界里 女子的神情变得格外的严肃 她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恐惧 精神也要变得好很多 千秋自然知道 她是为何 因为在她们和异兽战斗的时候 是有无数双眼睛在旁边看住的 她们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她们想要成为这黄雀 直接得到内丹 毕竟 这样是最简单的 千秋当然明白 像这样的杀人夺宝 自然是再常见不过了 真神之间虽然说是要和谐 但其实 谁又会在意别人 最在意的 不过就是自己罢了 除了宗门里的这些人 是彼此信任 千秋的速度极快 直接就将一兽体内的内丹割了下来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内丹 内丹的样子是灰扑扑的 似乎并不起眼 但是千秋能够感受到其中蕴藏住的力量 女子抓住千秋的胳膊 直接带她回到了自己的小世界当中 在她们离开后 原地出现了一人 有点厉害 这个人虽然实力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她怎么能够用得出这样厉害的招式 而且她的速度也是极快的 不应该是她这样的实力能够达到的水平 这究竟是 此人本来也想抢夺内丹的 但是 最终还是放弃了 得不到内丹 也就罢了 如果真的被这人给杀掉的话 就完全得不偿失 留得青山在 不怕墨柴烧 太贪婪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还是得看琴块洞 当千秋一睁眼 便看见了青山绿水 周围竟是鸟在鸣叫 而鼻腔中的空气 更是清新不已 面前有一座小木屋 而她现在正躺在草地上边 千秋敢肯定 自己应当是进入到了女子的小世界当中 我叫黄黎 我是出生的真神 像这样出生的真神 其实和千秋这种存在 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他们本就存在于真神之间 他们也诞生于此地 他们出生来便是真神 千秋挑了一下眉 没想到自己居然还遇现了一个出生的真神 但听说像这类真神 不都是有宗门的吗 怎么这个黄黎到现在 却是单独一人呢 而且 他的实力 也不怎么强悍的样子 和千秋想的有些差距 黄黎现在 也注意到了千秋的神色 自然能够看出千秋 似乎对此事是有一些惊讶的 他也苦笑 别看我是出生的真神 但实际上我并不强 所以 我也并未加入到宗门当中 他们都嫌弃我 千秋搞不明白了 可是 你作为出生的真神 应当非常强大吧 并不是如此 在我们之间也是有差距的 我可能就属于 天赋最为差劲的那一类吧 千秋并不了解这些 只能够听黄黎说 黄黎如今说的 也算是在里 千秋点了点头 他明白了 千秋 才从小世界 升为真神 黄黎则是觉得有些嘖嘖称奇 我知道你才升为真神 其实已经有很久 都没有看见过 从小世界 而来的真神了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你的实力 未免有些太将了吧 虽说看起来好像弱 但你的招式 一旦使出来 就和我有着天翻地覆的差距 千秋现在能够明白 黄黎的意思 但他仅仅是笑了笑 并未正面回答 对了 这内丹究竟要如何分开 千秋可是不敢随意将其化一为二的 这异兽的内丹里蕴藏的神力 确实能够让他有所收获 这本就是很难得的机缘 交给我就行 黄黎接过内丹 不过 千秋倒觉得这异兽似乎并非像他想象中的那样难解决 这只异兽很酱吗 千秋出来乍道 并不了解 所以他想问问黄黎 请问黄黎